大叔随身带着两瓶风油精 没事就赶紧往眼睛上涂 边涂还边笑 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 产品说明上明确表示不能涂在眼睛周围 但大叔却根本不在意 专门往眼睛上抹 看电视的时候涂 开车的时候涂 半夜也要涂一次 最急的人是他老婆 怕他涂死了 而他却说自己根本就离不开风油精 现在反而变本加厉 觉得涂眼睛不过瘾了 直接用风油精洗脸 看样子也不错 洗完精神抖擞 旁边的大叔看得一脸懵 真的不疼吗 他决定试一试 结果刚涂完 大叔就直呼太酷辣 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呢 大叔说之前眼睛受伤了 看不清东西 偶然用了一次风油精 每整个世界都清晰了 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 医生说在风油精的刺激下 泪液分泌旺盛 使得眼睛异常湿润 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 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 经过检查 大叔的眼角膜损伤严重 风油精还加重了病情 导致了角膜白斑 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 随后医生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 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 要相信科学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大爷拿着一颗鸡蛋来到医院 因为这鸡蛋竟然有70多个蛋黄 不仅透明还很有弹性 这怪蛋是大爷在鸡窝发现的 当时就感觉蛋壳比较软 因为这母鸡之前也下过软蛋 大爷也没在意 回家就把蛋煮了 结果煮开后 蛋壳里竟然蹦出了70多颗透明的蛋黄 就像蛋猪一样 大爷慌了 活一辈子了都没见过这种事 连忙把鸡蛋拿给村里人看 村民都很震惊 认为这是不祥之物 还让大爷赶快处理掉 那现在咋办呢 大家带着这颗怪蛋 找到了有着30年养鸡经验的养殖户 他凭借自己的经验一口断定 这不是鸡蛋 说这70多颗透明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蛋黄 毕竟这就是大爷在鸡窝里发现的 不是鸡蛋那是什么呢 大家思前想后 建议大爷去医院问问 医生看到就笑了起来 说这很明显就是人造的 看起来呢更像是一种玩具 真的只是玩具吗 那这样只好去找玩具专家了 一打开盒子 玩具专家们就开始窃窃私语 接着一口同声的说是崎岖蛋 还说这里面有蛋猪 可以捏着玩 崎岖蛋和这个怪蛋不能说是很像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随后大家还买来了这种玩具 剪开就冒出了大量蛋猪 原来让全村震惊的怪蛋 只是一个玩具而已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到底是谁把这玩具丢在了鸡笼里 鸡笼在屋顶 平时只有大爷和老伴才可以进入 大爷给亲戚朋友打电话 都说没有去过屋顶 甚至还问了孙子 但小孙子并没有这种玩具 看来真相也许只有这只母鸡知道了 50岁大妈眼看就要生了 却疯狂锤打肚子 丈夫不但不生气 反而还帮他一气大 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 怎么都生不出来 反而会让肚子瞬间膨胀 大妈平时腰围77厘米 肚子变大后就成了91厘米 就好像要生了一样 为了缓解疼痛 大妈只能不停地锤打肚子 疼痛会毫无征兆地出现 刚刚还在晾衣服 突然感觉不对劲 肚子肉眼可见地变大 变得硬邦邦的 眼看着大妈疼痛不已 丈夫也无能为力 能做得只有不停安抚 经过几分钟震痛 肚子慢慢恢复到了正常大小 随之而来的是无尽虚弱 可大妈还没缓过来 肚子又在短短几分钟内变大 她又要经历一次分娩的痛苦 丈夫说这样的过程 每天都要经历三次以上 然而令她们更绝望的是 医院根本查不出肚子变大的原因 她们甚至去了妇产科 也找不到原因 但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活 大妈刚买完菜准备回家 肚子变大说来就来 完全不分场合 大妈躺在路边疼得哇哇大叫 叫声音来路人围观 都一脸懵地看着她 很快丈夫赶了过来 不停地帮妻子按摩 经过长时间的折磨 肚子终于恢复了平静 大妈筋疲力尽地吐出一句话 让丈夫带她回家 丈夫非常自责 看着痛苦的妻子 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 大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带大妈来到大医院 检查发现 在肚子变大时 大肠也随之扩大了十倍 但实在找不到任何病理性的原因 节目组没有放弃 又找来新了医生 医生却让大妈画画 画面透露出绝望和暴力 沟通下来才知道 原来大妈的前夫有家暴 这给大妈带来严重的身心损害 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里 长期的压抑无处释放 久而久之患上了躯体化障碍 可现在丈夫在一起后 生活恢复了平静 心理上的压力也在慢慢释放 才会以肚子变大的形式体现出来 医生说只要压力得到释放 症状就会慢慢消失 丈夫表示以后会给大妈更多的陪伴 让大妈释放压力 最后还对大妈来了个深情告白 大妈为了保密 每天要把口香糖粘在墙上 家里还装满了监控时刻盯着 大冬天也开着22台风扇 问她为什么这样做 她说家里会泄露毒气 尤其是地板和墙壁间的缝隙 说着就掀开了地板 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 怕大家不信 她突然又打开了监控 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摩托车 用针头往她家注入气体 墙上的洞就是证据 她会用口香糖及时把洞堵上 但很快又会出现新的 看起来那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邻居们都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的人 但从来没闻到过奇怪的味道 大妈则认为这明显是冲她来的 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她 大妈也不知道 但这颗苦了大妈了 经常被熏得睡不着 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 然而记者在她家 却始终没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 为了缓解她的焦虑 大家请来专家 对房子里里外外检测一番 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气体 专家患上更精准的仪器 也没有检测到 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 说自己的鼻子是醉灵的 没办法了 大家提议今晚就跟大妈一起住 不开风扇 看会不会被堵死 结果一觉醒来 大妈神清气爽 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 而且睡得很香 大妈担心大家走了之后 毒气又会重新袭来 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 经过大家不懈地劝说 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 通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说这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 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 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 悲伤过度导致的 而且之前和别人发生过矛盾 所以才开始怀疑有人要害她 经过心理治疗 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 最后把风扇都去掉了 现在的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生活了 省流 大妈得了妄想症 她脑袋里长了蜘蛛 每天都要用吸尘器吸出来 这些就是从鼻子里吸出来的 吸出来的时候都是活的 她觉得脑袋里一定有个蜘蛛窝 甚至还在不停地缠乱 这些蜘蛛天天都在她的脑袋里面爬 把她痛苦了好几年 为了缓解疼痛 她不停地敲打脑袋 还要去碾碎正在脑袋里到处爬的蜘蛛 办法想了好多 医院都去看过了 但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长期的痛苦导致她从150斤 降到了现在的100斤 她认为彻底把蜘蛛消灭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火化了 和蜘蛛同归于尽 为了帮助她 大家找来了专家 专家仔细观察吸出来的蜘蛛 发现这些蜘蛛竟是不同品种的 专家还说蜘蛛根本不可能在我们体内生存 但大叔却不能接受这个观点 因为自己实实在在地能感受到蜘蛛带来的疼痛 她觉得专家根本不能理解自己 实在没办法了 还是找不到蜘蛛的任何踪迹 然后又推她去照CT 片子看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问题 真的是奇怪 结果没想到在她走了之后 医生却无意在片子里看到 几个奇怪的白点 还真有点像一个什么东西做的窝 她回去之后症状依然没有减轻 蜘蛛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她 她只能猛地往身体里面灌药 在鼻子里面也涂药水 她整夜无法入睡 甚至在吸入烟雾后捂住鼻子 想把蜘蛛熏死 虽然这样自己也不好说 但是总归能让蜘蛛消停一点 不久后医生把她请了回去 想看看她的脑袋里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经过一期查看 发现原来那白色的东西 是她年轻的时候 做颈椎手术留下的固定器 并不是什么蜘蛛窝 那蜘蛛到底是哪来的 大家研究了半天 发现蜘蛛是从她吸尘器的 缝隙里面钻进去的 也就是说这些蜘蛛 本来就在吸尘器里 一切都是误会 解决了这块心病 两个月后 当大家再次见到她 精神面貌已经远超过去 成为了一个正常人 他们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趴在墙上听 好像在确认着什么 而且这面墙不能挂小孩的照片 一旦挂上 就会被墙壁震掉 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 这怪声每隔五分钟就会来一次 家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 尤其到了晚上 声音更夸张 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 甚至到了吃药才能入睡的地步 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噪音的设备都拆了 可声音依然没有停止 他们甚至想把这墙也拆了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怪不怪吧 邻居们都来到他家 亲耳听到了这怪声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确定声音就来自这面墙 邻居怀疑墙里可能埋了尸体 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 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 不过呢凡事要讲科学 大家找来了专家 对整栋楼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 连水管也没放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专家在楼下主管道处发现了异常 一旦过水 水管就会震动 大家决定切断水源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结果A等了好久 声音都没再出现 接着再次打开水管 声音又出现了 很明显就是这个原因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这怪声就是水压造成的 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 进而引起墙壁震动 因此产生了声音 随后改了管道 一切恢复了正常